第七題題題目說呢有 AB 兩點 A4-6 B4 4 然後呢 C 在 AB 之間 然後呢他講說他是 2 比 3 求 C 的作標 好 這個題目呢你就打信號了 因為這裡面有一些線型要小心的 就是首先第一個你要記一下喔 我建議你這種題目你要先畫圖 先畫圖 好畫一下喔然後呢 A4-6 然後 B4-4 好關鍵這題目要把畫起來 他說 C 在 AB 之間 請注意聽來看證明一下 因為題目說 C 在 AB 之間 所以你 C 贏在中間的部分對不對 原本如果沒有這句話的話 那告訴你喔 這邊也有可能是 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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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不過上有可能嗎 對不對 那你把不可能把它刪掉 那因為題目已經講 C 在 AB 之間 所以就畫上去吧 然後題目說 AC 比上 BC 是 2 比 3 所以這邊是 2 這邊是 3 那請問你 C 怎麼找 有沒有學過這個分點公式 來 分母要怎麼寫 分母 2 比 3 嘛 所以總共是 5 等份對不對 然後拿 3 乘誰 3 一乘上 負 6 對不對 加上 2 一乘上 負 6 加上 2 一乘上 負 6 算不出話就你答案 不行 2 乘4 等於 8 會啦喔 所以說你答案就單早 答案等於 5 分之 3 6 是負 18 再加 8 所以答案就負 2 會啦喔 那你可以看合不合理 來吧 C 如果是負 2 的話 我們看合不合理 負 6 跟負 2 的話是 4 然後負 2 跟 4 的話是 6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 2 比 3 有 所以我答案正確 會啦喔 OK 好 這是分點公式 就這樣給我照顧 類似的 來算不解 是分點公式 是分點公式